2月13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人声鼎沸,花商们一边忙着包扎花束,一边回应游客的问询。 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以泪以管后,来云南游丸的人数大幅增加,随着元旦、春节、元宵等节日的接踵而至, 斗南花市的交易量和鲜花价格都持续向好。 昆明花拍中心数据显示,1月24日至2月8日,交易量达5642万只,同比上涨近40%,叠加各地物流全面恢复, 航空运力提升,鲜千花行情将保持高位运行。 康云霞市斗南座零售的花商,主要顾客是外地游客,据他介绍,近期游客明显增多,销量增长明显。 今年的品种要繁多一点,像玫瑰啊,增加了很多像卡布啊,落神啊,这种高端品种。 2013年1月以来,中国各地花市、花店、电商等线上线下启发力,推动鲜切花消费快速复苏。 像这些小花嘛,都是十块几块钱,像玫瑰的话就要多十几块钱这样的,二十几都有。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斗南花卉产业已形成了以中国唯一一家国家级花卉交易市场和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花卉拍卖中心两家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昆明斗南花卉市场被誉为中国花卉的市场风向标和价格晴雨表。 高峰期备货期间,鲜切花供不应求,多个玫瑰品种价格飙升,尽管如此,花市的游客还是只增不解。 因为斗南这边的话,它这个花的总量这些很多呀,然后你看像它这些包扎的非常漂亮。 除了拍卖和面对面的线下交易以外,斗南的一部分花商还通过直播的形式献上出售鲜花。 花商李燕专门聘请了主播来直播卖花。 有的时候一天有几百单,好的时候一天有上千单嘛。 深圳,然后北京,上海,这几个地方多。 云归川语的话就是成都,然后重庆比较多。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斗南的花卉还出口日本、韩国、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国各地外贸都在做,目前是香港比较多。 业内人士表示,2月15日以后,婚庆开业用花将接棒市场高需求,随后又将迎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鲜切花消费高峰。 期间,行情虽会有小幅波动,但依然会维持在高位。